《隆藤斷橋》 隆藤斷橋有名於平藤斷橋 由日本人於公元1905年興建 隔年隨即完工 日本人建北橋墩時 需取得質地堅硬的磚塊 當時還特地之音歌 挑選一座磚窯廠專施燒製 在燒製過程都需經磚人指導 以及日本人的嚴格品管 所有磚塊的硬度和質地 都必須符合日本人的最高要求 由於當時無質缺乏 隆藤斷橋的橋墩 捨去鋼筋與水泥的基本建材 先民們利用紅磚塊和花鋼石糯米 混合紅糖石灰等物質 作為黏合石塊的材料 來達到平衡及吸震的效果 但在1935年 7.3級的關刀山大地震摧毀下 毀損相當嚴重 且無法修復 日本人便在龍藤斷橋西方80公尺處 建設另一條鐵橋 以應付當時殖民交通 及山林開墾的需求 1999年 921大地震的破壞下 第六隻橋墩又斷了一截 原本外側弧度 最美最壯觀的弧線斷掉了 讓海內外的苗栗原鄉人感慨萬分 2010年 苗栗舊山縣鐵道文化祭 開幕式於2010年6月5日上午 在苗栗三義車站熱鬧舉行 而大家期盼已久的CK124蒸汽火車 也不負眾望 將重現平時已久的苗栗舊山縣 如果有機會 大家一定要到苗栗享受舊山縣之美 體驗客家美食與好客的人情味 拍攝當日 沿線布滿鐵道迷 拿相機拼命捕捉CK124 重出江湖的身影 人氣直逼偶像明星 舊山縣1998年9月停始 走入歷史 但舊山縣卻未被遺忘 盛興車站也一度被民眾笑稱 是一個沒有火車的車站 然而當地鐵道文化 及周邊古蹟景點 一直吸引許多遊客到此意遊 而舊山縣復始更是大家的期望 如今台鐵局及縣府 要為大家圓夢了 加油 台鐵舊山縣鐵道 從本縣三意 一路蜿蜒至台中縣厚里 是台鐵路線中最具特色之一段 沿途的盛興車站 魚騰坪斷橋 以為苗栗縣限定古蹟 身具文化歷史價值 而區域內支自然景觀 動植物資源 聚落人文等 無論在台灣鐵道文明發展上 或在文化歷史價值上 都有其無可取代的地位 所以被文件會評選為 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 CK124是台鐵的蒸氣機車裡 第二輛停用報廢後 目前動態保存的蒸氣火車頭 CK124是CK120系列 第四台出廠的火車 日後 如要判斷車輛的年份 可從此判斷 如果你看到CK127 沒錯 那就是第七台出廠的車輛 魚騰坪斷橋 位於苗栗縣三意鄉龍騰村 又稱為龍騰斷橋或糯米橋 處於山縣鐵道 台安火車站到盛興火車站之間 橋長約200尺 跨越魚騰坪溪 和苗栗縣三意鄉盛興車站一樣 建立於日據時代 以糯米砌 呈現每層磚頭寬度不一的特色 並有標示記號 橋面距地面有50公尺 是山縣鐵路中最高的橋樑 龍騰斷橋 因為在西元1935年 歷經關刀山大地震的破壞 因此只剩下橋墩 供遊客平吊 雖然無法看到龍騰斷橋 昔日的壯闊的景象 但遺留下來的橋墩 也讓人有如回到過去的年代 遙想先人的過往 現今已成為龍騰斷橋的最大特色所在 無法看到龍騰斷橋 馬王寺 新山縣鐵路宣 倭